在英國泰吳士河的天鵝 今年夏天再有老朋友來探他們 就是這批普查大隊 他們乘木船出發身負重任 先將一隻隻天鵝帶上岸 再為他們逐一磅重量度體型 檢查他們有沒有受傷或者病等等 再加上標記 這項天鵝普查傳統已經有800年歷史 由於泰吳士河的天鵝 屬於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擁有 所以每年7月 皇室都會派出普查員點算天鵝的數目 保護這些皇室資產 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保育和教育活動 負責的普查員說 這項傳統二戰時也沒有中斷 只有在2012年水災 和去年爆發疫情而暫停 今年也因應疫情 將普查由以往5天縮減至3天 他又說在當地疫情封城期間 多了民眾在河邊活動 令天鵝面對的威脅大增 當地天鵝保育組織也指出 自封城以來 倫敦泰吳士河污染問題嚴重 有主食油和柴油被派入河 問題至今仍未解決